字幕提供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的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這款叫做《亂世神像》 這遊戲是三角的卡牌國戰手遊 我們也要建設城鎮 除了這遊戲之外 遊戲的卡牌的納繪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吧 遊戲有一個系統叫國戰系統 非常有趣 可以整個伺服器的玩家一起參與 作為一種策略遊戲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有的系統 先跟大家說說佛心活動吧 遊戲首處任何金額已經有武將 這款是趙雲 七日風王這款每天登入 你也可以獲得元寶 這些是非常好的福利 到我第七日更好 就是給你四選一 選擇心儀的武將 這十萬元寶 即是每天登入都送元寶給你 最後遊戲預約會送橙匠的刁禪 非常多福利 大家也可以在Facebook 專頁觀賞這麼棒的活動 回到抽蛋了 抽蛋時刻 抽蛋前跟大家看看我們最喜歡的角色 其實我最喜歡的角色一定是趙雲 為何這麼說呢 趙雲可以單身救柯斗 之後還可以完好無缺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猛獎 大家可以看到七進七出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定位是 敵軍越多 戰力越強 簡直跟趙雲是完美的配合 我們來抽一抽 神像招言 我們來招言十年抽 看看會不會中到好東西 哇 抽蛋畫面超多的卡 挺漂亮的 咦 來了 賈許 啊 賈許的角色 有終結技 太月身風 召喚大量的巨峰攻擊敵方前排 同時也會提高我們攻擊最高的武將25% 其實這角色是橙匠 中了一隻橙匠 然後是暴戀絲 好 又中了一隻黃月鷹 超棒的 但黃月鷹本身好像不太漂亮 應該是不漂亮的 這遊戲怎麼做得這麼漂亮呢 我覺得還可以的 好了 下一隻 我們剛開始十年抽中了兩隻的橙匠 賈許和黃月鷹 我們再來十年抽 看看會中了些什麼 好 小喬 又是橙匠 終結幾天生泥質 偷取目標的士氣 好 接著呢 關銀瓶 紙匠 但這個女角也挺漂亮的 銀瓶 好 來了 嘩 終於中了趙雲 這個七進七出 趙雲其實這隻白馬勁王子 不過它是一隻猛將 好 馬上 不用說這麼多了 趙雲已經很滿足了 還有趙雲 還要中了 司馬爾 嘩 一次兩隻的橙武將 這個是不是叫梅開爾道 卡都抽完了 想跟大家去看看一些武將 現在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品質 有紫橙 紅 金 暗金和神 暫時來說 最高是橙等級和紫等級 我們先看看橙等級吧 其實剛才也推出不少 還有什麼角色我喜歡的呢 就是姜維 姜維這個角色真的很漂亮 是諸葛亮的繼承者 其實就是她的徒弟 主城系統也想跟大家說說 我們進入主城 可以幫我們的主城升級 除了可以幫我們的主城升級外 我們還會有民居 也可以升級 還有伐木牆 一些農田等等 這些設施 我們升級或者開放更高的等級 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所以這個城鎮建設大家不要錯過了 我們每個角色都有基礎等級 我們可以透過吃經驗書 幫我們的角色升等級 最後當然可以合成 這些都是進階武器的方法 然後就有突破 突破就是把我們的武將品質提升 看到由加3變成加4 另外也會有覺醒 當然覺醒後 我們的武將又會更強 宿命的玩法有點像基本玩法 能夠一齊武將 就可以令他能力更高 然後跟大家談談暴陣 暴陣方面 其實大家也能看到 如果你是有兩個國家的角色 他又會有加成 例如現在看到勢力加成 我有危 已經有司馬爾和曹仁 就會加10個暴擊 如果騎兵也有加成 就是曹仁加陸遜 又有騎兵加成加防禦20% 組隊方面 我會建議坦克 例如曹仁放在前面 我們的弓箭手遠距離 會是司馬爾放在後面比較好 然後騎兵方面 就自己看看你需要些什麼 遊戲還有PVP 我們簡單看看吧 每週五和週日三天就會開啟 每天21點到22點就是比賽時間 這個玩法挺好玩的 大家不要錯過了 接下來跟大家玩一些玩法 逆轉三角跟大家玩玩 逆轉三角有一個故事給大家看 就像第一張諾陽經變 這個玩法其實是一些推圖玩法 亦有武將給我們看的故事 例如假許會說話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武將 亦跟大家說說如何玩法 我們在儲滿器 大家可以看到有終結技 我們一開終結技 就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我們再開終結技 聖火燎圓 嘩 一下子炸爆對面 這樣就完結了一場 好 當我們獲得一定的星星 我們就可以開這些寶箱 獲得更多資源去升角色 逆轉三角就玩了 我們試試城王爭霸 進入城王爭霸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官職 我們現在處於七品的官職 我們可以挑戰六品的官職 挑戰勝負之後 我們就可以成為六品的官員 好 最後我們也贏了 我們可以由七品官升到六品官 也可以得到一些元寶 再跟大家玩玩亂世英傑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章 第二章 有很多玩法 我們可以獲得更多資源 一共放三名武將 當然放坦克在前面會比較好 然後放在後面 我們嘗試一下開戰 看看會如何 我們要靠姜維了 看看姜維能否搞得好 聖火燎圓 咦 不對 咦 最後能搞得好 打贏更多的關卡 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獎勵 好 跟大家去玩玩國戰系統 我們只需要按入國家 你會看到我們上場十次就會有資源 而排名也有獎勵 一共有六個任務 好 按地圖外面 我們再按位置 可以看到藍蠻入侵 再按進來 我們只需要召喚武將 到該區就可以發動戰爭 這個玩法就是 我們要不斷派武將和士兵上場 不斷打敗這些蠻族 我們完成任務 就可以獲得大量資源 我們打完國戰之後 看到招令獎勵 我們就可以取得相應的獎勵 然後還會有排名獎勵 擊殺數越多 獎勵也會越高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國戰玩法 遊戲中有很多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兌換活動 又或者一些課金活動 最好玩的應該就是戰力排行榜 戰力排行榜如果戰力越高 你的獎勵就越多 看到嗎 第一名有獻元 戰力越高 獎勵越高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不妨玩多一點 充戰力吧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這次跟大家說的遊戲是《亂世神像》 現在雙平台已經開始預約 如果大家預約 還可以拿到美女雕閃 記得在說明上按鈴鐺 有機會獲得屎屎級武將召魂 字幕君共用你 喜歡 記得